2024年是农历假成年,是属牛人士的偏充太岁之年,意味运势起伏不定,需要注意防范意外,整体运程,2024年对于属牛的人来说,将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年,然而,因为属牛的人今年犯太岁,可能会遭遇小人搞鬼,严重的情况可能会打官司,2024年是龙年,也是肖牛的人的本命年,事业方面,今年受太岁充影响,事业发展会受到一定阻碍,容易出现小人是非。 工作中也容易出现意外或错误,因此要小心谨慎,做好防范措施,如果有意转换工作,今年也要谨慎行事,做好充分的准备,属牛的人今年是权力地位提升年,但因没有得力贵人支柱,要多花一番努力,愿望才容易实现,肖牛的人在2024年会有很多机会和挑战,龙年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年份,肖牛的人需要灵活应对,不要固执己见,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, 肖牛的人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不要得罪上司和同事,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,肖牛的人在2024年也要勇于创新和尝试,不要害怕失败,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龙年带来的好运,财运方面,今年收入会有所减少,支出方面也容易增加,因此要做好理财规划,避免入不敷出。 投资方面,今年要谨慎投资,避免盲目投资,属牛的人今年是权力地位提升年,但因没有得力贵人支柱,要多花一番努力,愿望才容易实现,肖牛的人在2024年会有不错的收入,但也要注意控制开支,不要浪费钱财。 肖牛的人在2024年可以适当投资一些有前景的项目,但要谨慎选择,不要盲目跟风,否则可能会蒙受损失,肖牛的人在2024年也要小心防止被骗或被盗,不要轻行陌生人或网络资讯,保持警惕和理智。 感情方面,今年容易有情绪波动,与伴侣之间容易出现争吵,因此要多加忍让,避免冲动,单身人是今年桃花孕不佳,难以遇到心意的对象,男女感情方面要注意,多做忍让,以免因争吵而破坏双方关系,尤其是农历三,六,九,十二月要特别注意,肖牛的人在2024年会有很多桃花孕,但也要注意分辨真假,不要被外表或甜言蜜语所迷惑。 肖牛的人在2024年如果已经有伴侣,则要多关心和照顾对方,不要忽略对方的感受和需求,多沟通和理解,避免争吵和冷战,肖牛的人在2024年如果还是单身,则要多出去社交和交友,不要害羞或自卑,相信自己有魅力和价值,也许就能遇到心意的对象。 健康方面,今年要注意保重身体,避免过度劳累,也要注意饮食健康,避免暴饮暴食,出门在外也要注意安全,避免意外发生。 肖牛的人在2024年需要多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管理,因为龙年的气场和肖牛的人格不太相符,容易造成压力和焦虑。 鼠牛的人应该多参加一些有助于放松心情的活动,如运动,旅游,听音乐等,避免过度劳累或抑郁。 此外,鼠牛的人也要注意饮食均衡和规律,不要暴饮暴食或挑食,以免影响消化系统和免疫力。 鼠牛的人在2024年还要多关注自己的呼吸系统和皮肤健康,因为龙年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感冒、过敏、皮疹等问题。 鼠牛的人应该多喝水,多吃水果蔬菜,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,并且注意保暖和防晒。 鼠牛的人在2024年要多爱惜自己,多做有抑郁身心健康的事情,才能度过一个平安幸福的龙年。 以下是鼠牛人士在2024年各方面的具体运势分析。 农历正月,事业运势平稳,但要注意人际关系。 农历二月,财运不佳,支出较多。 农历三月,感情运势不佳,容易有争吵。 农历四月,事业运势有所好转,但仍需谨慎。 农历五月,财运有所改善,但要注意投资风险。 农历六月,感情运势有所回升。 农历七月,事业运势有所波动,要注意防范意外。 农历八月,财运不佳,支出较多。 农历九月,感情运势平稳。 农历十月,事业运势有所好转,但仍需谨慎。 农历十一月,财运有所改善,但要注意投资风险。 农历十二月,感情运势有所回升。 总体而言,校牛的人在2024年是一个既有机会又有挑战的年份。 只要校牛的人能够积极进取,灵活变通,保持正面和谦虚的态度, 就能克服困难,创造佳绩。 地启极下布文尽的主持人能够积极进取,灵活变通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